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飞见了 自己抬起卷子递给宗泽 宗泽看了岳飞的文章果然是好 对张邦昌的青彩重礼更是恼恨 也将卷子放在秀中并借了苏秦的故事 暗示张邦昌杜贤积能 张邦昌听了 有点心虚 却也无话可说 只得叫岳飞和柴贵比武 宗泽听了 心中暗息 便叫君孝将剑舵放在百事部外 柴柜剑靶子放得远 有些胆怯 不敢先射 张邦昌就叫岳飞射 暗地里又叫青随去将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远 乡下驻岳飞不敢下手 就有借口将他赶出去了 岳飞却不慌不忙 立定身子 开弓搭剑 嗖嗖地一连射了九剑 只见那摇旗的摇个不停 雷鼓的雷的手酸 那九支剑都正中靶心 尖剑官把九支剑和靶子一起捧上岩武厅 张邦昌剑了 朕又气又恼 柴贵一剑 自制剑法不及岳飞便要比武 他打算在比武时用言语打动岳飞 要他诈输 否则趁是将他砍死也不要抵命 张邦昌立刻吩咐岳飞与柴贵比武 柴贵下的烟雾厅正安上马 手提一顶金贝大砍刀 拍马奔入轿场中站定 唤岳飞上来 岳飞的武艺虽然高强 但觉得柴贵是个王子 与他交手必须小心 于是上了马 倒提着枪 举止有些犹豫 宗则见了 以为他是临阵胆怯 十分着急 柴贵见岳飞来到面前 便轻声地和他商量 说愿出一笔重金 要他诈败 可是岳飞却义正词言地拒绝了 柴贵见岳飞不云 不觉大怒 举刀向岳飞头顶砍来 岳飞将枪向上一格 架开了刀 柴贵再一刀拦腰扫来 又被岳飞架住 柴贵心头火起 又举起刀来 刷刷刷 一连砍了六七刀 岳飞只是来一刀 架一下 并不还手 柴贵暗自得意 就收刀回马 来到岳飞厅下 对张邦昌说岳飞武艺平常 不能上阵交锋 这时岳飞也跟上了岳飞厅 跪在柴贵的后面 他对宗泽表明与柴贵交锋 怕失手伤了他的性命 所以只是招架 并不还手 接着 岳飞要求和小梁王 各立下一张生死文书 不论哪个失手伤了对方 大家都不偿命 柴贵听了这话 有点惆怅 张邦昌不懂得武艺 以为岳飞不是柴贵的对手 便催促小梁王立夏生死文书 柴贵无奈 值得写了文书 大家画上花鸭 又给思维主考用了印 柴贵的一张交于岳飞 岳飞的一张交于柴贵 柴贵就把文书交给张邦昌 张邦昌接来收好 岳飞也将文书交给宗泽 宗泽却不收 岳飞便吓了听 跨上了马 叫柴贵稍等片刻 让他去将文书托人保管 岳飞便到教场外 在人堆中找到汤淮 将文书交给他 又吩咐众弟兄做好准备 见机行事 柴贵立夏生死文书后 心里有些慌乱 也转身到自己的帐房里 召集家将 与侯们商量对付岳飞的办法 柴贵回到教场中央 只见岳飞也来了 这时 岳飞已无顾忌 显出一副熊啾啾的样子 柴贵见了 更是胆寒 又用话来打动他 这时 众举子和那些前来看考的人 围在教场四周 像一堵墙一样 大家哀哀唧唧 要看两人比武 柴贵觉得先下手为强 便举起金刀照着岳飞砍来 岳飞把枪向上一架 震得柴贵两臂酸麻 嘴里连呼不妙 柴贵又一刀砍来 岳飞把枪轻轻一举 将刀架过一边 柴贵见岳飞仍不还手 就胆大了 举刀向岳飞的头上 闭上砍来 岳飞都让过了 柴贵仍不停地砍 岳飞不禁兴起 叫柴贵快退下 柴贵听岳飞换他的名字 怒不可遏 举刀又向岳飞砍来 一心要伤他的性命 岳飞忍无可忍 施斩枪法予以还击 柴贵顿时手忙脚乱 没裹三合 岳飞刷的一枪 望柴贵心窝刺来 柴贵把身子一偏 却被岳飞的枪刺中了泪甲 岳飞于是把枪一条 一翻手腕 将柴贵挑落马下 又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拳教场中的举子和围官的百姓见了 一起喝彩 只有那些巡场官 护卫兵一个个给吓得面面相去 巡场官吩咐护卫兵看住岳飞 不要让他走了 岳飞却神色坦然 非常镇静地把枪插在地上 将马将拴在枪杆上 巡场官飞奔到盐武厅上报告 帐帮昌听了 大惊失色 吩咐将岳飞压起来 两旁的刀斧手得令 立刻将岳飞捆绑了 推到降台前 柴贵手下的家将们得到了消息 拿着兵器 跑出帐房 想趁乱杀害岳飞 汤淮和牛高已有准备 将家将们拦住 那些家将见情况不妙 回到帐后去叫于侯出来 张贤就用勾枪将帐房拉倒 看考的人见了 有笑的 有叫好的 吓得这些家将 于侯不敢上前 牛高见岳飞背绑 忙挤到教场里 只见张帮昌传令 将岳飞斩首 左右正要动手 宗泽急忙拦阻 宗泽站了起来 一手拉着张帮昌 一手拉着王夺 告诉他们 岳飞已和柴归立下生死文书 是无罪的 张帮昌却不服 张帮昌坚决要杀岳飞 刀斧手正要动手 牛高立刻大叫起来 说着牛高把双茧一抡 向较长口的大旗杆打去 将旗杆打断 这时 被激怒了的一些吴举 也一起叫喊起来 这一声喊 如天崩地裂一般 宗泽要张帮昌出主意 张帮昌和王夺 张骏却慌了 一起拉着宗泽 要他做主 宗泽听了 盲叫旗牌传令 让吴举们安静下来 听他裁处 吴举们听了 都拥到言武厅前 张帮昌更为了主意 央求宗泽赶紧处理 宗泽便主张释放岳飞 三人只得同意宗泽的主张 一声令下 刀斧手将岳飞松了榜 将他放了 岳飞得了性命 也顾不上叩蟹 取了兵器 跳上马向场外飞奔 牛高引了众弟兄 随后赶上来 王贵这时已在校门边等候 见弟兄们来到 便将教场门砍开 中弟兄一起逃了出去 吴举们见到这般光景 知道是考不成了 也一哄而散 岳飞和弟兄们逃出教场 经过留守衙门 岳飞下了马 叫管门的转告宗泽 因为城里危险 不便久留 不能向宗泽当面告辞了 就在这时 宗泽和张邦昌两人上朝去见皇帝 张邦昌把责任都推在宗泽的身上 糊涂的皇帝便将宗泽削了职 宗泽回崖后 管门的就将岳飞前来辞行的事 告诉他 宗泽听了 忙叫家将被马 他要追上去 跟岳飞说几句话 岳飞等回到客殿 收拾了行李 与众弟兄一起出了城 驾便催马 急急而行 他们离城二十多里 呼听的后面马司人喊 岳飞以为是柴贵的家将们追来了 忙叫弟兄们准备应战 这时 一匹马像飞一样奔来 马上的人是宗泽的儿子宗芳 他让岳飞稍等片刻 不一会 宗泽从后面赶到 他们一同到半里外的一个花园里 宗泽取出一副盔甲衣袍 赠于岳飞 岳飞十分感激 宗泽将自己被削植的事告诉岳飞 但叫他不要灰心 鼓励岳飞回乡后 还要用功学武艺 因为金人迟早要难亲 到那时还需要有勇敢善战的将军前去抵抗 岳飞谢了宗泽 又与众弟兄跨上了马 向河南汤阴县方向飞奔而去 宗泽